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颜六四的时尚潮牌小心一买一穿 可能把有毒化学药剂人积分给穿上身 针对Adidas还有李宁这样子相关的知名品牌 进行继续的要求 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负起企业社会责任 不要再制造污染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报告 全球18国有15个品牌都被检验出残留有毒物质人积分 包括Nike Puma Adidas Kevin Klein 还有女生最爱的HM和Uniculo 积分的话会造成我们睾丸的伤害 而且更糟糕的一点是对女性的话 它会造成卵巢的萎收 经由皮肤吸收目前是没有证明 虽然这种含有人积分的衣服 还不至于成为致命危机 但一旦经过洗涤排放到环境中 很有可能经过食物链在人体聚集 食物链吃进去的 所以不管包括水产海产的话 要尽量少吃鲜艳图案的衣服 买回来的话 最好能够马上加以清洗 尽管对人体没有直接危害 但被点名的大品牌 第一时间跳出来承诺会改善 要让民众穿着放心 吃得也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